为什么你在家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总是感觉味道一般 你知道星鸡酒店卖几十块一盘的西红柿炒鸡蛋为什么那么好吃吗 学会今天这个做法 你就会知道以前的做法是多么的难吃 首先把西红柿都打上十字花刀 用开水烫一下方便去皮 我们看一下 烫过之后西红柿皮很容易就去掉了 然后把西红柿地去掉切成小块 再准备三个大蒜 用内功把它拍碎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准备五个不是我下的蛋 然后用清水把鸡蛋清洗干净 然后打入碗中 再加一点白醋去腥 加88粒食盐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我老婆又想吃麻辣香锅了 今天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做麻辣香锅的做法 准备大虾丸子和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处理干净下锅煮熟 煮熟之后捞出起锅烧油 下姜蒜和甘辣椒炒香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麻辣香锅调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炒香后加入刚煮熟的食材 放入黄瓜洋葱 翻炒均匀 再撒点白芝麻和香菜 美味继承麻辣香锅这样做麻辣鲜香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真的是太好吃了 做法也非常简单 好了起锅烧油 锅里油热之后倒入鸡蛋液 把鸡蛋炒至定型 切记不要炒的时间太长 炒的时间太长 鸡蛋就不嫩了 口感就不好了 炒好之后出锅备匀 再起锅烧油把大蒜炒香 炒香之后下入西红柿 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加食盐鸡精和白糖 稍微分炒几下倒入鸡蛋 再继续分炒片刻即可出锅装盘 装盘后再撒上一点葱花 美味继承 一盘非常好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就做好了 尤其是浇到米饭上面吃 真的是太下饭了 我家每次这样做 上桌连汤汁都不剩 再搭配上这美味的麻辣香锅 真的是太解馋了 好了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